櫻佳さんとも特殊ベル buying theory Open your mind 就愛教育電台 枫香的單位 代議叫做一枢 兩枢 國語是什麼 香啊 賬急香 所以來行的譜風就 就說你最近吃幾獨 是不是這樣 你在吃香喔 你是幾獨 你是在吃香 對啊 對啊就是這樣 所以答案是幾獨 現在140幾 145 沒有意外的話 明年應該會到200吧 目標啦 現在說話的是魏迅毅 也是我學弟 大美今天算是回鄉採訪 我第一次感受到 越來越接近自己國小的母校 然後我採訪的人 竟然就在母校的旁邊而已 四德國小 物豐的四德國小 那學弟您畢業 從國小畢業幾年了 我們推算一下你幾歲 我現在32歲 你是在地人嗎 對啊我在地人 從小我們就是在農村長大 我們兩個一起就是 都是他沒有 你以前也在農村嗎 清水 小時候都在農村長大 然後後來高中又讀農校 大學之後也就順勢到 品格大去就讀 然後就是覺得 做農業其實是很自由 但是又有機會可以賺到大錢 有機會啦 就是說我們是蠻嚮往這樣的生活 就是自由自在 不用被人家管 然後又有自己一個事業這樣 學姐因為虛掌你很多歲 所以聽到那個什麼 做農業又可以賺到大錢 我有必要有責任要問一下 你是從哪裡聽到這個消息 我們其實就是在農業圈很久了啦 就是都在這個裡面 然後也是接觸過很多農民 像我們去打工什麼 都是跟農業有關的 去採農業 或者是去養苗廠工作什麼的 或者是採蜜嘛 然後當中在農業裡面打賺 其實農業真的是 我覺得是有機會可以賺到錢 可以一息致富那一種的 但是就是你要減止下去 你就是要等到那個時機 或者是你有辦法撐過 頭前幾年 四季不好的時候 對啊 我覺得很 這是我們自己一個 對自己的期望 我們當然也是 比較現實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賺多錢 但是我們還是想要說 我們學農 我們就做農 對啊 主要是這樣 在這個家鄉工作 家族們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其實我爸跟我媽是不太會管我 然後像阿嬤 比較老一輩就會覺得說 你讀到研究所畢業 你又回來做產 你如果外去找一個 比較穩定的工作 怎麼要在外面曬太陽 老公那樣 但是我會覺得 那種生活不是我們嚮往的 每天做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不太 就是不適合我們的個性 所以我們就 那時候畢業就是想說 做園藝或者是做農業 然後剛好回來 我們同學他們就 都有在做農 就是大家 合作會這樣 然後就是互相有個福祉 因為 你其實說做農 你自己一個 做你自己的工作 那實在是很無聊 每天都很乏味 但是你如果是 兩個人三個人的時候 那個機器的火花又不一樣 就農業你一 就一定是一 但是你一加一 一定是大於二 我覺得是這樣 對啊 我們也一直覺得是這樣 對啊 而且你互相 大家都有自己的 龍忙 龍險時間 然後如果大家都錯開的話 大家又可以互相幫忙 我覺得這樣就很好 對 所以追風仁 這個品牌 一開始創立 也就最起碼兩人起跳這樣 還是只有兩人 就兩個人 就是現在目前 就是以兩個人為主 所以剛剛介紹到 現在是訓意嘛 所以另外一位搭檔 是你的大學同學嗎 也是高中同學 是高中同學 可以幫我們自我介紹一下嗎 我叫袁洪 我新亮 台中高農跟屏東科技大學畢業 對那 也是就是像虛音小 我們就是對農業這一塊 就是很有很有興趣啦 其實要提一下就是 剛好有碰到一個 台中市政府的計劃 對所以我們才 因緣際會 有這個機會去養蜂 因為養蜂其實 不是那麼容易 進入這個產業 人家不願意去教的 對那就是剛好去參加 台中市政府這個計劃 然後看到有 有一個養蜂的選擇 對啊我們就 往這個方向去學習 然後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發現這個 是蠻適合我們的狀況 對因為我們沒有農地 對那養蜂的話 他其實就是去外面找去問 對啊那就覺得 欸這樣好像蠻適合 所以就學習這個養蜂之後 我們在一年的實習之後 就自己投入這個產業這樣子 對 你們等於是參與那個叫 San-by 青年加農San-by傳承 有這個在我節目有報導過 你們找了養蜂師傅 學了之後 你們跟他之間的學習有火花 所以會延伸下來 有了今天開始從事追蜂仁 這個品牌已經兩年 已經兩歲了 要第三年了 對 印象深刻的是 會讓你覺得 好這件事情我要繼續做 會有那個動機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San-by賺很多錢啊 對啊 太真實了 這是很 對啊這是很那個的啦 然後當然就是 你時間上可以自己掌握 這也是一個很吸引人的 然後 我覺得養蜂還有一個 也算是優點啦 就是他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你 不能怕 蜜蜂 對啊 那我覺得 有一個門檻在的話 至少這個產業 可能就不會像 其他農業這麼競爭 會造成說他的 對就是大一窩蜂去搶中什麼的 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其實台灣的蜂蜜 內需都不夠 甚至是進口很多 進口的蜂蜜 對啊 所以這一塊的話 更多人投入的話 也不用擔心太多 而且我們 其實因為真的養蜂密度的話 我們現在已經變 跟以前比較起來 已經增加很多 可是我們之前 我去上課的話 看到有一些國家的條件 是更嚴苛的 他可能 我忘記那個單位 但是他們就是 可能平均幾平方公里 就有一戶是在養蜂的 對啊 那台灣其實還沒有達到 這個條件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 就是投入這個產業 也是時間上是很OK的 對 那我還是沒有辦法 感受到真的養蜂 這件事情是樂觀的 是因為我們的生活裡面 環境就是越來越 現代化工業化 然後建築 現在空屋 諸如這些 他都聽起來 他都跟養蜜蜂這件事情 好像會是 有一些違背的 或者是他就會變成是 養蜂的人的逆境 所以也可能 我們必須要很正視 這件事情 就是你們選擇了 養蜜蜂這個行業 那些是 這個行業在台灣 尤其現在 你們身處物蜂 已經算是一個 養蜜蜂算是 天生條件 就算比較好的地方了 可是還是會遇到的挑戰 有什麼 請迅力聊一下好了 大家說是 農藥的關係 但是 因為我們之前去 有上過課 其實它只是諸多 諸多你管理條件裡面的一個 因為 農藥部分 其實你養蜂人 你應該要會 懂得要去 避農藥 這個不是說 環境對 養蜂業的 補藥還是幹嘛 是因為你選擇 你養蜂業 你就要懂得去避開這些風險 我覺得這個才是你養蜂的一個觀念 不是說你 你香蜂放在這裡 你就不能在這裡附近 噴農藥 因為其他的果農 他還是要生活 對啊 所以說 他雖然是一個環境指標 但是我覺得 你一個管理者 你應該要有能力去 散避 散避農藥之類的 對 不應該說讓 等到蜜蜂已經種農藥了 然後我們再去 再去覺得說 這蜜蜂不好養幹嘛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 比較被動的條件 我們應該是說 他可能最近 他這裡要噴油 那個要塞 我們就可以 移到安全的地方 這樣才是一個 比較好的管理 我們不覺得農藥是不好 但是你不要過量 不要去使用敬藥之類的 我們覺得那個都是一個 管理農業的一個方法 所以蜜蜂既然是農業 你就是必定要 一定要跟農業相處 跟農藥相處 我覺得 這個是沒辦法避免的 但是 因為如果叫我們放著 蜜蜂 然後讓他種農藥 死我們也捨不得 說真的 你要怎麼閃都閃不掉了 你去山上 人家種果樹種檳榔的 你移到平地 你像水稻 最大面積的 它也是會洗農藥 對啊 你移到海邊 還是會有一些雜座之類 都無法避免 對啊 你剛剛講的這幾個場域 山上的海邊 然後水稻田邊 所以追蜂人的這個追 這個動詞 就是一種你們這個產業的特性 是一個很動態的嗎 基本上是蠻動態的 因為說實在我們兩個 還算比較懶惰 比較沒有在意的 但是有一些 專門從事生產的蜂龍 它就是 就是三月先 以台中來說好了 三月先移到高雄 然後再來就高雄 然後三月底到四月中 移回來台中 然後可能苗栗 還會有一些龍眼蜜 再移到苗栗 苗栗完之後再去 就過一陣子之後 再去山上採花粉之類的 就是會一直移來移去 對啊 像我們就是 只有採蜜 龍眼蜜 栗子蜜跟百花蜜 就移動比較沒那麼頻繁 所以是要跟果園合作嗎 對 然後像我們兩個 就是從高中 大學的暑假都會去農園 就是去從事農園採收的工作 然後那老闆也跟我們很好 就是這樣子畢業之後 再去學到養蜂 就有一個先天的條件 在那邊就是 我认识龙眼的老板 我就是如果养风的话 就直接放那边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这一路走下来 会觉得有时候都蛮巧合的 对 就是说你养风这件事情 好像是我们正在做 而且是很对的事情 因为你遇到好的师父教 然后又有好的场地放 然后又有好的伙伴这样 我就觉得就是在这条路上 到目前来做都还蛮正确的 在你们的那个追风人 FB粉丝专业开宗明义 就有讲清楚说 品牌故事问号学以致用 比较重要 对 我们就是学以致用 因为说实在 我们大学不同班 我们又说实在 评格大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农业学校 我们两个毕业之后 就以我们这一届来说 留在农业界 一百多个人 大概只有十个人 大概只有十%而已 我们不是有说 有很大的使命说 我们一定要学以致用干嘛 就是刚好这个符合 我们的条件 然后我们的 可能我们种种的卖什么 对于我们养风都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就直接投入 这个行业 对啊 而且我常常听年轻人 有时候去打工换宿啦 做什么 那些在累积一些自己 什么一些生命经验 可是很少听到 你去农场打工之后 那个农场打工就变成自己的人脉 你看现在养蜜蜂 那会是成为自己的人脉 所以这样的学以致用的连结 非常直接非常深 对啊 蛮有缘的 你这笑起来已经有 那个大老板的气质 就是这样 最年成立不错的看 目前是比去年好很多啦 因为去年算第一年采密嘛 然后就遇到很多挫折啦 导致去年几乎没什么采收 对啊 然后像今年我们就是调整 调整我们的步伐之后 然后跟神拜询问啊 然后跟多方讨论之后 今年就收成的还不错 所以才会这样吹海海啊 我自己就是这么多年离开家乡 现在这样子回来 我是几乎我找不到任何能够想说 我回来要做什么 所以在农业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回乡之后也有回乡的挑战 虽然感觉这里还是农业的乡镇 但是你自己呢 你说说看你对于自己成长的 这个雾峰寺的这边的变化好不好 变化我是觉得就是问题比较大 算根地消失啊 又变成农地工厂嘛 蛮普遍的啊 然后说实在老龙有地 但是农的带不接 不接之后土地就荒废嘛 不如就卖掉 但是没有地的真的要租的 人家又不租你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是一个困境是说 你年轻人回来做农 但是你跟老龙之间那个连结太远了 就变成你要租地租不到 然后他有地他不租你 他宁愿卖掉 所以就是这样啊 就我觉得变化比较大 不管是在台中 不管是在四德这个地方 或者是我觉得可能全台湾的条件 可能都差不多了 老龙我有地 如果要卖 他会以卖为优先 他不会留着 因为我们小孩没要做啊 对啊 他就不会买 有可能啊 对啊 我会觉得很 对我们这种没有田地的来说 很可惜的就是这样 对啊 所以我们就 秉除掉要租田地这一块 那就是杨逆风 对啊 就比较 条件会比较宽松一点 对啊 你们对于这个品牌的经营 有些什么期待啊 规划 然后至少会不会有一个 比较近期的目标想完成的 近期目标 我们今天目标是 营业也破百万啊 了不起 是哦 那是很高的目标是吗 对 就继续努力啦 但听起来是 140箱的蜜蜂来讲的话 一年的年收入要破百万 一定是有机会的 你们才会这么说 对有机会 但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 你的销售方式 因为如果你是传统生产 呃 不管是蜂蜜还是说花粉 还是说什么也好 你如果是以 交给盘商的 那生产者来讲的话 你基本上你的 利润可能是不到一半 对可是如果你能够以 自己去推销 自己去贩售的话 那个利润是跟 跟那个截然不同的 对所以我们 我们的产量其实 没有很多 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以自己的 的手去推出去 去贩售的话 那个那个 产值就会相当高 对所以我们其实 就是在养风界来讲 我们这个项数是 小小咖 对但是我们就是努力在 也有努力在后端 销售的部分 所以就是尽量能够 就是不用那么多的劳力 然后多一点 在后端的辛苦 可以换取比较好的 收入这样子 不要那么多的劳力 然后靠在后端的辛苦 指的就是行销嘛 自产自销 行销这个部分 可是行销这个部分 在Sanby计划里面 有包括这方面的学习吗 袁宏继续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因为Sanby 他也是自己拼出来的 那就我印象 他当初有说 他也是挨家挨户 去一些店面 去推销自己的产品 然后他觉得 他在那个阶段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很多人跟他们买蜂蜜 然后之后就会 因为包装上面有电话 就会直接回购 然后现在 就是我们在实习的那一年 他很多的订单 都是电话来说 要多少要多少 然后我们那时候 很花很多时间 在Sanby那边做包装 你可能包装了一整天 就觉得 好多东西要卖 就不知道能卖多久 隔天去看已经没了 对就发现说 其实他真的是 台湾的需求量 是真的蛮高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如果自己要做的话 就是这一端 一定要去做努力 对啊 所以我们也是 现在也是 在朝这个方向 去努力啦 因为我们两个是 个性比较外向的 一直以来都是 比较外向的 所以结交的朋友多 那如果大家是 用朋友去拉朋友的话 其实把我们介绍 也让我们 就是可以有不错的 销售状况这样子 对但是因为 现在还是起步啊 所以就是 慢慢来一步一步 去扩大我们 自己的市场这样子 自产自销 行销的部分 我们现在 大家很容易是 透过FB 所以FB一定要建立一个品牌 就叫追风人 密封的风 追风人 在行销的部分 还能够琢磨的点 你们还会做 哪些尝试吗 通路吧 我们有合作的咖啡厅 或者是面包店之类的 然后我们未来 可能会跟学校做合作 因为 品格大是我们自己母校嘛 然后我们最近又 有品格大也有开养风客 也有请我们回去上课这样 所以如果说 未来可以把我们的蜂蜜 放到品格大的服役社 去做一个合作之类的 去做销售 这是我们可能明年的目标 因为现在已经淡季了 冬天淡季了 明年首要目标 可能就是 往通路去走 对啊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的是 我们跟senpai不同的 就是因为senpai那时候 不是网路时代 所以他必须挨家挨户去做 但是到我们的时候 已经是网路时代 你网路 网路趋势已经没办法避免了 大家人手一级 要找你的东西很快 但是你一个东西做不好 别人也很快就知道了 所以 以我们的目标来说 就是 我们不希望说 我们的东西出现一些什么 添加 或者是 不应该是蜂蜜的成分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是很注重在这一块 我们主要也是希望 让顾客说 可以信任 信任追封人这个蜂蜜 他会觉得说 买追封人蜂蜜 就是纯的 正的 我们就是往这个目标去努力 因为 之前台湾人的 被假蜜片的 被假蜜片的太严重了 所以你变成 你一个品牌 要去打出一个信任度 人家一开始人家都会抗拒 都会怀疑 会说 你又是一个新的 卖蜂蜜的人 你是真的还假的 我们也是蛮常 遇到这个问题 大家也都是 都是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来做购买 对啊 但是我们还是 一样就是继续说去 往这个目标去 去前进去做努力 而且 像我们粉丝专业 我们也不会一直 很商业化的说 我们今天卖多少卖多少 我们反而是 比较像是一个 朋友之类的 或者是自己一个 个人的FB 每天发点废文之类 但是 你这边就跟 就跟 你的顾客有一些连结 我不希望说 我们自己的粉丝专业 是很商业化的 对啊 我就 变得有点 拔甘情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 这个是 才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 人家对你有信任 他才会买你的东西 对啊 你有一种 慵懒于 我懒得解释说 到底需要 一直强调自己品质 多好 我觉得你们 有点懒得讲这件事 就是在那个 关于的这个品牌里面 就是品牌故事 就是这个先不说了 就是 先说说 最实际的 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 这样 蛮酷的 然后尤其 有时候看到你们 发的文 真的蛮废的 比如说 比如说 最近看到一篇 说这个 常常接到 网路电话 最近来了一个 南部枪 是不是 然后好险 不是汽车贷款 是真的要买蜂蜜 对啊 对啊 就因为 网路 网路的顾客 比较多 然后像那是 接到那个电话 是人家帮我们介绍的 就是贴在一个 那个 对啊 地区社团 他打电话来 因为通常 汽车贷款 都是自贞枪员 那个 接起来就是 就是很熟悉的南部枪 因为我们都在学校 南部读书嘛 很南部枪 我就知道 这应该是在买米的 对啊 我们就觉得 很亲切啦 对啊 所以很重要是 先从自己的人脉着手 大概就可以 建立一个基本盘了 就是 对啊 而且我觉得 坐农 蛮 蛮重要的一点是 你要有自己的经营想法 对 你不能说 啊 我 他都这样 收收来搞大盘 我也这样 收收来搞大盘 然后就发现说 我的产量可能不如他 我的价格不如他 然后就会产生一些 比较负面的想法说 做农比较不好啊 干嘛 怎么赚不到钱 我觉得 有时候 你自己要有想法 是蛮重要的 对啊 所以像我们两个 在一起就是 会讨论说 怎么做 怎么做 因为 你毕竟 你像一个人做的时候 你要去找谁讨论 没得讨论啊 但是你两个人 来讨论的时候 有公式来做事情 就很快 对啊 如果能够有这么样 很自信的一路走下去 似乎 目前眼前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关 对不对 想法部分是 一开始就很笃定 不然不可能 毕业之后马上要投入 但是说 在养蜜蜂的过程说 遇到的困境是 其实是人啊 就是说 大家对于蜜蜂的刻板印象 就是害怕 就是他会定人 所以变成 变成说 我们在外面找场地的时候 要理人很远 或者是要很隐蔽之类的 对 所以 这变成是一个 我觉得比较 对我们来说 比较不利 或者是对我们的 环境教育上面 推行比较不利的地方是 比如说 大家觉得蜜蜂很重要 但是 当 当这箱蜜蜂要去放到你家隔壁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对 都会这样啊 它 它非它的嘛 蜜蜂非它的 但是放在那边 你就是害怕 你就害怕小孩子被叮到 不然叮到它就身杠冠造了 对啊 通常都是这样 所以比较 我觉得比较困难 困难的点是场地难找 对吧 一个好的场地 要人和 然后又要天气 环境好 条件好 又要隐蔽之类的 所以 目前的困境是 这边比较难啊 对吧 不然其他的 基本上是 因为基本上我们两个还可以 应付得过来 对吧 那你要不要机会教育我们一下 不要怕蜜蜂 怎么样不要怕蜜蜂 呃 其实 蜜蜂 说会怕 基本上 有的人会怕就是会怕 但是 你没有深入去了解蜜蜂的时候 你 你光是一个害怕在那边 你就会 就会 那个会加成 你知道吗 就是看到蜜蜂我就很害怕 干嘛 但是蜜蜂其实是很可爱 它有很多分工啊 很多它一些细微的动作 或什么 它都有它特定的目的 一个目标 所以说 你一个蜜蜂 说实在 是蜜蜂在带领我们前进 不是我们在养蜜蜂 那蜜蜂 可能说 前阵子 环境很好的时候 它会做一些醉皮 它就是说 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插芯片了 我们族群要扩大 我们就要去做 反而是说 我们两个很像是仆人 蜜蜂才是 我们真正的主人 我们只是采收一些它的蜂蜜来做 做酬劳而已 对啊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很希望说 有机会去到各个学校去跟大家介绍说 蜜蜂其实很可爱 你不要一开始就怕成这样 但虽然蜜蜂 蜜蜂其实就像女朋友 它有时候它叮你 它生气什么 它有时候是没有原因的 但是 你还是要交女朋友啊 你还是会喜欢他 他叮你 有可能是因为他肚子饿啊 女朋友生气也有可能是肚子饿啊 对啊 有时候太冷 他也会叮你啊 女朋友太冷 他也会生气啊 所以有时候 你照顾蜜蜂 其实很像照顾一个人 我们是这么觉得啊 你只要 因为它也是社会性昆虫 我们也是社会性动物 所以你就把人的那个 模式套入在那边 你就会觉得 哦 原来是可以共用的 把养蜜蜂当成照顾女朋友 把它形容成这样子 比喻的 这位是迅逸 我一定要特别承计一下 好 接下来我要问一下圆虹 圆虹迅逸有女朋友吗 有 这个可以公布吗 可以 那请问他对于照顾女朋友 照顾的跟蜜蜂比起来 哪一个照顾的比较好 我觉得照顾蜜蜂好像比较好 好啦 今天节目大概就是可以到这边 大家可以确定可以买追蜂人的蜂蜜 因为 虚拟照顾蜜蜂 比照顾女朋友还要好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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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